小五公主,小五公主,不要再睡了,王子们已经在宫殿等你了 这些王子究竟要干什么呀?都这么晚了,还来干嘛? 我亲爱的小五公主,你忘了吗?今天是你举办舞会的日子,你要在众多王子中选择一位成为你的新郎呢? 哎呀,糟糕,这么重要的事情我居然忘记了,该怎么办呢? 小五公主,你别着急,先去换上你的晚礼服 我换好了,那么你告诉我,今天来的是哪几位王子吧? 小五公主今天来了四位王子,第一位是火之王国的马红俊王子,第二位是小鸡王国的五六七王子,第三位是香肠王国的奥斯卡王子,还有最后一位是海神岛的唐三王子 哎哟,这不是唐三吗?像你这么丑的人也来参加舞会,真的是把舞会的层次拉低了 就是吗?像你这么丑的人,你以为小五公主会选择你吗? 住口,你们不要再嘲笑唐三了,否则就让你们尝尝我火龙卷的厉害 你以为你是谁啊?你以为我的香肠会怕你的火烤吗? 来啊,看看是你火之国厉害,还是我的小鸡国厉害 小五公主道 哇,小五公主也太好看了吧 欢迎各国的王子来参加我举办的舞会,各位王子接下来进行歌舞比赛,比赛结束后,由在场的观众进行投票,得票最高者将成为我的新郎 好了,接下来比赛马上开始,第一位出场的是火之王国的马红俊王子 第二位出场的是小鸡王国的五六七王子 第三位出场的是香肠王国的奥斯卡王子 最后出场的是海神岛的唐三王子 每个王子都表演得很好,我应该选择哪个王子呢? 小五,你眼睛不好,我帮你拎水吧 谢谢老奶奶,不用了,我自己能做 哎,董事的孩子,就是太可怜了 你们看,那个没有爹妈的虾小五,又出来捡垃圾了 臭小五,你什么都看不见,还出来干什么 我,我想尽自己最大的力量,做些事情 哼,不理这个笨蛋,咱们去海边捡贝壳玩吧,说不定还能捡到好吃的小鱼呢 小鱼,我也要去海边捡小鱼吃 好可爱的小妹妹 唐三,她是谁啊? 祖长爷爷,我看这个小妹妹晕倒在海底,怕她有危险就把她就回家了 可是唐三,人类是无法在海底生活的,你想救她就必须把她变成美人鱼,她才能在海底生活 祖长爷爷,我想救她,你能帮帮她吗?我相信所有的小伙伴都会希望我们帮助这个可爱的小姑娘了 唐三,我可以把你的鱼尾能量分出一半给这个小姑娘,但是她不熟悉海底,以后就需要你来照顾她了 祖长爷爷,我不怕,我会好好照顾她了 那好吧,话形模仿 谢谢你,祖长爷爷 没事,我回去休息了,你好好照顾她吧 你醒了 你是谁?我,我在哪? 我是美人鱼唐三,这是我家,我发现你晕倒在大海里,所以把你借回家了,你叫什么名字? 谢谢你救了我,我叫小五,跳舞的舞 小五妹妹,你眼睛不好,以后你就是我妹妹,我照顾你吧 谢谢你,唐三哥哥 小五妹妹,饿了吧,哥哥给你抓了两条鱼,你快吃吧 鱼,这是活鱼吗? 唐三哥哥,我们不吃活鱼呀,我们会用活把它做熟了再吃 对不起,小五妹妹我忘了,我们大海里没法点火,这样我用魔法把它变成熟食 好了,现在你可以吃了 嗯,真好吃,谢谢你,唐三哥哥 小五妹妹,以后你告诉我你喜欢吃什么,我天天给你做,我的食物魔法可是很厉害的 唐三哥哥,你太好了 小五,咱们去大海里玩吧,可好玩了 好的,唐三哥 我出喜羊羊 我出懒羊羊 我出美羊羊 我出鸡腿 回答错误,回答错误 蓝色妖姬你会不会玩呀 大家必须要出同一类型的东西,你出鸡腿干什么呀 我,我,我什么呀,我不玩了 这个游戏最少四个人才能进行,蓝色妖姬走了,我们和谁玩呀 别担心,我有电话可以打给我的好朋友们 喂,谁呀 是我呀,五六七,你快来和我们一起玩游戏吧 啊,怎么又玩游戏 太累了,我不想玩 可是我们还差一个人求你了 我来我来,小五,我陪你玩游戏,我现在就过去 我来了,我来了 红色风暴,你来得真快,我们快开始吧 我出光头强 我出熊大 我出鸡鸡国王 红色风暴该你了 这也太简单了,不就是出熊出没吗 我出熊二 回答正确 哇塞,红色风暴你也太聪明了,这么快就知道怎么玩了 嘿嘿,小意思,我厉害真的 那我们开始下一轮,我出眼镜狗头 我出恐龙狗头 我出炸弹狗头 大家出的都是狗头,还有什么狗头呀 到计时开始 红色风暴你快点呀,时间要到了 知道了知道了,我出王者狗头 回答正确 好爷,我们又赢了 红色风暴,你真棒 亏你想得出来 这个游戏太难了,我不想玩了 啊,那好吧 红色风暴走了,又少了一个人,怎么办呢 我还想继续玩呢 哎呦 嘿嘿,我们把五六七召唤过来了 好疼呀,哎呦 我不是在沙发上躺着看电视吗 怎么掉到这里来了 既然来了,就别着急走了 快和我们一起玩游戏吧 啊,那好啊 开始了,我出西瓜 我出榴莲 我出橙子 我出哈密瓜 回答正确 不错嘛,五六七,继续加油 这个游戏好玩,不用跑来跑去的 我出海马 我出海星 我出螃蟹 我出,我出章鱼 回答正确 好险好险,最后一个也太危险了 我要去第一个 好吧,那我和你换换 我先来,我出黄色预警 我出红色风暴 我出黑色玫瑰 大家说的都是颜色战神 我出什么呢 亲亲妈妈 哼,不亲爸爸 我也亲亲妈妈 不要亲爸爸 我也亲亲妈妈 不要亲爸爸 啊,为什么是亲妈妈不亲爸爸 因为我们讨厌你们 为什么孩子讨厌我们呢 因为你们总是伤害自己的孩子 爸爸妈妈 我考了一百分 你们看呀 哇塞,小五真棒 考了一百分 妈妈要奖励你 奖励什么 不过是考了一次一百分而已 有什么好骄傲的 小五,快去继续读书学习 要不然下次你就会考零分的 可是我有点饿 想吃点东西休息一下 好,我现在就去做 不行 写不完作业 不许吃饭 爸爸,我讨厌你 哪怕小五考了一百分 爸爸也只知道批评小五 从来没有表扬过小五一次 可是考了一百分 有什么好比 哪有家长会因为孩子考一百分 就表扬孩子 我不信 可是我从来不批评比比东 为什么他讨厌我 因为你总是骗他 孩子 这个星期天爸爸放假 可以带你去游乐园玩哦 爷,爸爸 你真好 爸爸爸爸,今天是星期天 你在哪里啊 我们去游乐园玩吧 爸爸现在要忙一些事 没有时间 你就让妈妈带你去吧 爸爸,你怎么骗人啊 爸爸,我这次考了九十八分 你答应给我买的奥特曼玩具买了吗 哎呀,我忘记了 这次就不买了 下次考了一百分再买 不行,爸爸 爸爸,你总是这样 每次答应我的事情你都没有完成 我讨厌你 比比东爸爸,你总是欺骗孩子 既然不能完成就不要答应孩子 欺骗是最可恶的 可是为什么我们家小红俊讨厌我呢 因为你不爱干净卫生 爸爸,你回来了 宝贝儿子,一天不见小爸爸了吧 快过来抱抱 哎呀,爸爸,你的嘴巴怎么那么臭啊 我,我今天忘记刷牙了 爸爸,你快去刷牙,嘴巴好难闻 哎呀,一天不刷牙没什么大不了的 今天家长和大家的爸爸都来了吗 这个是我爸爸 小红俊,你的爸爸怎么这么脏啊 我,我爸爸不爱干净 每天都不洗澡刷牙 我讨厌不爱干净的爸爸 原来是这样,孩子们才讨厌我们呀 小精灵,我们知道错了 从今以后一定会当一个好爸爸的 改掉身上的坏习惯 我要给小五大狗头 我也要给 我给我给 哎呀,我们给错了 应该给小五小红心才对 我的小红心呢,快给我小红心 你想要小红心是吧,给你小红心 我们来给你 你们搞什么鬼 我要的是小红心不是要的大狗头 赶紧把你们的狗头给我拿开 不行,这个大狗头是蔬菜女王让我给你的 这是你不吃蔬菜的代价,必须留着 你瞎说,我有吃蔬菜 哼,还想狡辩 我可是有证据的,你自己看 辣条辣条,我爱你 就像老鼠爱大米 我吃 东东别吃零食了,快来吃饭 知道了姐姐 哇塞,红烧肉糖醋鱼都是我喜欢吃的 姐姐我吃饱了,我出去玩了 等等,还有青菜呢 你怎么一根都没吃,快吃点青菜 不吃不吃,青菜太难吃了,我才不吃呢 东东,不吃青菜身体会不健康的,你多少也吃点 姐姐,我吃肉身体已经很健康了,你看我跑得多快 比比东,你一点蔬菜都不吃,这个大狗头就是蔬菜女王给你的惩罚 你就乖乖留着吧,我先回家了 哼,什么蔬菜女王,我看就是你自己搞的鬼 阿西娜娜,我们可是好朋友 平时我给你们吃了这么多糖果,你们赶紧把大狗头拿走 比比东老大,不是我们要给你大狗头的,是我们的牙齿给的 什么牙齿不牙齿的,你们休想骗我 是真的,他们已经来了 比比东,我们变成猪牙全都是你害的 什么叫我害的,你们给我说清楚 说就说 阿西娜娜,这些糖果给你们 哇塞,比比东老大,你太好了,天天给我们糖果吃 对,我最喜欢和比比东玩了 你们喜欢就好,明天我带巧克力给你们吃,我先走吧 我吃一个橘子喂糖果 那我吃一个草莓喂糖果 真是太好吃了 就是因为你天天给他们糖果吃,现在我们都变成了猪牙 对不起,我不知道会这样 这不能怪你比东,我们以后会爱护牙齿的 牙齿宝宝们,为什么你们要给小五小红心呢 因为小五很少吃糖果,而且每天都刷牙,是爱护牙齿的好孩子 小红心是给他的奖励 小五,给你小红心 哼,比比东,这个大狗头是给你的 你干什么朱竹青,我又没惹你,你干嘛给我大狗头,你是不是有毛病 你确实没惹我,不过这个大狗头是文具国王拜托我给你的,因为你不爱惜文具 你看看你的书本,你的橡皮,还有你的文具盒,是不是都是你乱图乱画的 好吧,我知道错了,以后我会爱惜文具的,这个大狗头你就拿走吧 气死我了,谁在我的房子上写的大笨蛋 大笨蛋 小五,你本来就是大笨蛋啊 你才是大笨蛋嘛 嘿嘿,又不是我说你是大笨蛋,明明是你房子上写的,大笨蛋白白 哼,我一定要把抹黑我的人揪出来 老师,我的房子上被人写了大笨蛋,你能帮我把它找出来吗 小五,你有没有什么线索啊 老师,那些字是用水彩笔写的,而且一看就是小学生的字迹,我怀疑是班上的同学干的 到底是你们谁干的,自己承认了吧 不是我们干的 老师,你检查一下他们的书包,谁带了水彩笔,应该就是谁干的 好,快把你们的书包打开,我要检查 不行,书包是私人物品,不能让你检查 就是,我们才不会做这么幼稚的事 阿七,你是不是不敢让老师检查书包啊,我看就是你做的 小五,你别瞎说,我给你看吧 看到没有,我可没带水彩笔 对不起阿七,是我错怪你了 小五,我的爷给你看 怎么样,看清楚了吗,是不是没有 狐烈娜,那你的书包呢 我,我的书包肯定也没有啊 让我看看 咦,真的有水彩笔 我,我,这不是我的 狐烈娜跑掉了,难道就是他干的 狐烈娜,你给我站住 说,字是不是你写的 不是我 那你跑什么 你在追我,我当然要跑 那水彩笔是怎么回事 水彩笔是我在路边捡到的 什么,捡到的 那你给我走 狐烈娜,你看看 这些字是不是用这只水彩笔写的 不错,就是这只水彩笔写的 哼,我一定要把这个人找出来 老师,我已经检查了 就是这只水彩笔 你帮我查查 这只水彩笔是谁的 嗯 这不是狐烈娜的吗 不是的 老师,这只笔是狐烈娜捡到的 那个人写了字,就把笔丢在了路边 什么,居然是这样 同学们,你们见过这只水彩笔吗 我见过,这只笔是小天使的 是小天使的 那我现在去找他 小天使,你为什么要在我的房子上写大笨蛋 嗯 什么大笨蛋,我不知道啊 那这只水彩笔是不是你的 水彩笔是我的 不过三天前他就丢了 水彩笔丢了 那他丢到哪里了 那天我去森林里画画 回来就发现谁才笔丢了 我想应该是丢在森林里了 这样啊,那我们去森林里问问 小蜜蜂,你在森林里见过什么人吗 两天前,我在森林里见过比比东 比比东 小天使,我们去找比比东 比比东,是你在我的房子上写的字吧 我没有,你别冤枉我 那你写出大笨蛋三个字,让我们看看 写什么写,我不写 你不写,就说明你心虚 哼,是我干的又怎么样 反正我就是不承认 谁也拿我没办法 说了不是我就不是我 你们赶紧走,这里不欢迎你们 抓小偷了 你们快说是谁拿走了我的森林里 我知道,是蓝色妖姬拿的 可恶,你少冤枉我 我明明看见过你偷偷碰小五的森林里 我,我只是觉得好看 看完我就放回去了 倒是你,我都看见你跟踪小五了 我没有,我只是想求求小五 让我是他的森林里 他们肯定想不到森林里是我拿的 嘿嘿 奇怪,那到底是谁拿走的 小五,我知道,是唐三 你看他脚上还穿着切尔西呢 唐三,你太让我失望了 你怎么能偷拿别人的东西呢 唐三,你太过分了 我再也不要理你了 不是的不是的 这双切尔西是我参加作文比赛用奖金买的 现在大家都在怀疑唐三 我可要再生一把火 切尔西又贵又限量 你那点奖金怎么可能买得起 唐三,你要是现在把切尔西还给我,我们就还是好朋友 唐三,小五都这么说了 你就快把切尔西还给他吧 你们为什么不相信我 这双切尔西真的是我的 为了买它,我把每次参加比赛的奖金都攒起来了 好不容易才攒够的 拿来吧你 小五,你的切尔西还给你 小红镜你这么冤枉我 我要给你打零分 切,打零分就打零分 你一个人给我打零分有啥可怕的 我讨厌你们 太好了 有唐三替我背锅 等明天我就可以把小五的切尔西穿上 说是我自己的了 奇怪,这双切尔西穿着怎么这么大 我明明知道我的切尔西是合脚的 哎呀,疼死我了 不对劲啊 这双切尔西不是我的 看来我真的误会唐三了 我,我要赶紧把这双切尔西还回去 为什么大家都不相信我 唐三,可算找到你了 你来找我干什么 切尔西不是已经给你了吗 对不起唐三 我是来把切尔西还给你的 我试过了 这双不是我的 太好了 我的切尔西终于回来了 唐三小五 快看我的鞋漂亮吧 切尔西 你怎么也穿了切尔西 我,我自己买的呀 怎么了 你这双切尔西和我的好像啊 你快脱下来让我看看 什么 你的切尔西不是已经找到了吗 不就是唐三拿的吗 不是 小五已经把我的切尔西还给我了 我不能让小五发现真相 我才不脱 你怎么能无缘无故的怀疑我呢 我就是确定一下 你让我看看怎么了 你不会是心虚了吧 我就不脱 你能拿我怎么样 哎呀,这可怎么办啊 到底哪双是我的切尔西啊 天黑了 大家千万不要闭眼睛睡 啊,为什么不能闭眼 哎呀,好困啊 我偏要闭眼睡 滴滴,发现假冒人鱼 抓走 放开我 我不是假冒人鱼 人鱼都是睁眼睡觉的 你闭眼睡肯定是假的 我要把你抓走 哎呀,滴滴东姐姐被抓走了 原来闭眼睡就会被抓走 还好我没有闭眼睡 糟了糟了,大家快闭眼睡 什么,小五你疯了 刚才比比东闭眼睡都被抓走了 我才不要闭眼 小五姐姐不会害我们的 我听话,我闭眼睡 小红俊你也快闭眼睡呀 哼,我才不要听你呢 来不及了,我自己闭眼睡 闭眼睡的都是人类 我给小五和蓉蓉发好吃的鸡腿 还有我,还有我 小花仙你也快给我发鸡腿吧 哼,小红俊,没有闭眼睡 所以你一定是人鱼 给你喂鱼饲料 哎呀,我也会闭眼睡呀 小花仙你看 傻小红俊 你还是睁开眼吧 小花仙早走了 哎呀,怎么会这样 哇塞,有好多鸡腿了 喵喵喵,真好吃 我,我也想吃鸡腿 小五,你能不能送我一点 哼,我才不会分给你 喵喵喵,鸡腿真好吃 小红俊,你还是吃你的鱼饲料吧 哼,我才不要吃鱼饲料 我扔 啊,有人鲨鱼 啊呜啊呜 我闻到这里有好吃的鱼饲料 快把鱼饲料浇出来 可我刚把鱼饲料扔了 什么,没有鱼饲料 那我只能吃掉你们这些人鱼了 啊呜啊呜 鲨鱼好可怕,救命啊 鲁鲁别怕,快躲到我后面来 哎呀,我也害怕 小五救我 哼,小红俊 你给我出来,不许藏在我后面 可,可是我害怕 小红俊 你是男子汉 不能害怕 快鼓起勇气来 哦,对 我不害怕 鲨鱼 你不许欺负我朋友 你要吃 就先吃我吧 阿巫 还真是个勇敢的小男生 可惜我要吃了你 助手 花仙之力 还好小花仙救了我 哼,你这个坏鲨鱼 我这就把你送到坏人管理局 不,不要啊 小花仙 我只是跟小红俊闹着玩 不要把我送进管理局 比比东 怎么是你 你不是被机器人抓走了吗 其实机器人只是把我送到了岸上 岸上真是太无聊了 所以我又跑到海里找你们玩 那你也不能假扮 愁鲨鱼吓唬我们 我都被你吓坏了 对不起大家 我以后再也不吓人了 唐三,选择一个伙伴 让他先开盖头吧 我要选小红俊 我是小羊人伙伴 给你一只小羊 啊,我有了一只小羊 我发烧到37度了 唐三,你要小心 如果你获得五只羊就完蛋了 继续选伙伴吧 哎呀,千万不要让我再选择小羊人伙伴了 我选亲人血吧 嘿嘿,我也是小羊人 唐三,再给你一只羊 啊,真倒霉 我怎么又选到小羊人伙伴了 我发烧到38度了 好难受啊 千人血盖上盖头吧 唐三,选择下一个伙伴 我不要再选到小羊人伙伴了 我选五六七 嗯,五六七头上怎么有一只大灰狼啊 恭喜你唐三 选到了大灰狼伙伴 他会帮你吃掉一只小羊 大灰狼给我通掉小羊 耶,大灰狼伙伴吃掉了我头上的一只羊 我的体温又降到37度了 唐三,你头上还有一只羊 继续加油 只要让所有的羊消失 我就赢了 这回我选小五 小五请先开盖头 我是泡泡伙伴 唐三,我给你一个泡泡带上 八三,这样下一次 我就不会被小羊人伙伴传染了 唐三快接着选 这回我还选五六七 五六七先开盖头 哎呀,五六七怎么变成小羊人伙伴了 唐三,给你一只小羊 幸亏有泡泡保护我 小羊被弹飞了 五六七请盖上盖头 唐三选下一个伙伴吧 我已经没有泡泡了 这回千万不要选到小羊人伙伴了 我选小红俊吧 小红俊先开盖头 哎呀,这个小红俊怎么拿了三只羊啊 唐三,你选到了超级小羊人伙伴 唐三,给你三只小羊 呃 哎呀,我现在头上有四只羊了 我发烧到39度了 小红俊盖上盖头 唐三继续选择 如果再选到小羊人伙伴 你就真的完蛋了 嗯,大家说我要选哪一个呀 呃 大家都让我选小五 那我选小五 哇,小五头上竟然有三只大灰狼 唐三,我是超级灰狼伙伴 我头上有大灰狼一家三口 太好了,快救救我吧 大灰狼们,快去抓小羊吧 耶,我头上的羊少了三只 我的体温降到了37度 我马上就要好了 唐三继续选择下一位伙伴吧 我选千人雪吧 希望他也是大灰狼伙伴 千人雪先开盖头吧 千人雪头上怎么不是狼也不是羊啊 他会是能帮助我的伙伴吗 嘿嘿,唐三只要你猜出我是什么伙伴 我就帮你把小羊消灭掉 嗯,那我要好好想一想了 这到底是什么伙伴呢 不知道能不能消灭小羊 嗯,可能是月亮不会眨眼 星星不会说话 让你觉得孤单啊 大海中有一条可爱的美人鱼小五 他最喜欢游到海面上唱歌 他优美的歌声深深的吸引了来大海历练的唐三 每天,唐三都会坐着小船来听小五唱歌 他们成了最好的朋友 这天窦罗大陆举办唱歌比赛 爱你孤身走后暗想 爱你不归的模样啊 爱你对时光的绝望 爱你不归的模样啊 比比东女王唱得太好听了 是啊,比比东女王是世界上唱歌最好听的 比比东才不是 我的好朋友小五唱歌才是最好听的 什么 唐三,你说有人唱歌比我好听 你让他来和我比比啊 他,他来不了 哼,根本就是你嫉妒我唱歌好听 这个世界怎么可能有人比我唱歌好听 不是的,我朋友是美人鱼 他不能来这里 美人鱼 这样吧 唐三,你告诉我美人鱼在哪唱歌 我去听听 如果他唱歌比我好 我就承认他是冠军 好吧 比比东得到小五的位置后 立刻飞向大海深处 他在空中听到了海面上传来的优美歌声 这美妙的歌声深深的刺痛了他 让他极度的发狂 臭美人鱼 你不是喜欢唱歌吗 我要把你抓回去 关起来 天天给我唱歌赚钱 可怜的小五被比比东关在一个鱼缸里 小小的鱼缸根本就不能游泳 他只能夜以昔日的唱歌给比比东赚钱 小五非常想念蔚蓝的大海 他的歌声越来越忧伤 小五,我来救你了 三哥,谢谢你 小五,是我对不起你 不该把你的位置告诉给可恶的比比东 我知道你不是故意的 我不怪你 小五,我这就打开封印 送你回大海 三哥,怎么了 这个封印能量太强了 我打不开 这该怎么办 我好想回大海 小五,你别哭 我感觉到能量在增强 封印松动了 谢谢你 小五,封印打开了 你在陆地上行动不方便 我现在就帮你回大海 谢谢你 谢谢你,三哥 唐三将小五安全地送回了大海 小五终于自由了 是谁 可恶 到底是谁放跑了我的美人鱼 我一定会再把它抓回来的 我来给我心中最美的天使投票了 五六七 你快看我的天使翅膀 已经得到了三票 再有一票就可以进化成最美天使大翅膀了 赶紧把票投给我吧 我才不给你呢 我心中最美的天使是小五 不信你看 不要急 还好对 我这里有很多粮食 每个人都会分道的 小五天使 你这是在做什么 最近史莱克王国的收成不是很好 出现了好多难民 我是来给大家送食物的 小五天使 你真是太棒了 可是你哪来的这么多钱买粮食啊 我把我所有的公主群和玩具都卖了 所以才有钱买粮食 小五天使 你真是太善良了 事情就是这样的 所以我这一票要投给小五天使 谢谢你五六七 作为天使 这都是我应该做的 我也来给我心中最美的天使投票了 小赛罗 你是要把票投给我吗 哼 你不是一个好天使 我要投票给小五 小赛罗 咱们可是好朋友 你怎么能这样 而且我怎么不是一个好天使了 你自己看看吧 做天使就是好 每天都会有人给我送很多好吃的 哎呀 不好了 东东天使 小一发高烧 你能治疗一下他吗 把他放在这吧 我吃完东西就把他治好 东东天使 你都吃完东西了 快来救小奥妹呀 小奥妹烧得很厉害 你好烦啊 我刚吃完东西 有点困了 我睡一觉再救小奥妹 你真不是一个好天使 我要带着小奥妹去找小五天使 你看吧 你做天使只知道自己吃喝完 从来不帮助大家 所以我要把票投给小五天使 谢谢你小赛罗 这样我赢有三票了 哼 小五别得意 咱们都是三票 都差最后一票 从可以成为最美天使 谁输谁赢还不一定呢 史莱克还有好多同学没有投票呢 我这么可爱 可爱的同学们一定会投票给我的 才不会呢 最美天使可不是比得谁更可爱 只有真心帮助同学们的天使 才是最美天使 同学们肯定会把票投给我的 我才是最美天使 我选一百分小五做主人 不行 你只能选我做主人 那好吧 我选一百分小五做主人 好的 小五十项拿来吧你 五六七真是太过分了 小五十项明明是我的 别生气了千任雪 这里还有一个十项呢 那好吧 那我选这个五六七十项好了 千任雪最喜欢穿公主裙了 我给千任雪娃娃换上公主裙 不好了 小五我的衣服一下子变成了公主裙 怎么回事 不对 小五你的娃娃怎么穿的跟我一样的裙子 我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千任雪一定是我给你的娃娃换了衣服 所以你也换上了一样的衣服 怎么可能 小五你快别开玩笑了 再试一下不就知道了吗 我给娃娃戴上墨镜 啊我的脸上怎么也出现了墨镜 原来这是真的 我还有五六七的娃娃呢 嘿嘿五六七我来了 千任雪不可以做不好的事情啊 糟糕我也要赶快把我的娃娃拿回来 五六七快起床了 太阳都晒屁股了 我知道了妈妈 啊我的衣服怎么湿了 五六七你都多大了 怎么还尿床 害不害臊 不是的妈妈 我没有尿床 那这是什么 五六七竟然还学会撒谎了 把你打扫三天家里的卫生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我真的没有尿床啊 五六七这次考试 怎么又没考及格 哼快把你私藏的漫画书 游戏机都交出来 不许再玩了 呃那好吧 啊我的身体怎么动不了了 你怎么还不去 我我我这就去 啊我的身体怎么还是动不了啊 五六七你真是越来越不听话了 看我怎么教训你 我怎么躺地上了 还会耍赖了是吧 不是的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怎么这么倒霉啊 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都怪游戏机 我再也不玩了 我扔 啊好痛啊 小五你怎么来了 我明明砸到的是娃娃 五六七我是来拿回我的娃娃的 因为我们和娃娃是相通的 所以我才会疼 原来是这样 怪不得我控制不了自己的身体 五六七你快把我的娃娃还给我吧 不行 小五只有千人雪把我的娃娃还给我 我才能把你的还给你 千人雪快把我的娃娃还给我 我没有拿你的娃娃 明明就是你拿走了我的娃娃 我真的没拿 我今天出去玩 一不小心就给弄丢了 啊那到底是谁在恶搞我 这里怎么有五六七的娃娃 我拍 好疼啊 是谁在打我的头 大家快倒立 好的 我倒立 干嘛要倒立啊 来不及解释了 快倒立 小五从来不骗人 我听他的 我也倒立 我才不倒立呢 太累了 发现有人没倒立 抓走 糟了 五六七被抓走了 谁让他不听小五的 大家别担心 小花仙会救他的 好了 大家现在不用倒立了 哎呀 终于不用倒立了 累坏我了 哎呀 倒立好累啊 啊 又收到指令了 大家快跳起来 不停的跳 好的 我也跳 我也跳 嘿嘿 跳起来真好玩 没有倒立那么累了 我跳到屋顶上了 我跳得最高 我跳到大树上了 我最高 我跳到彩虹上了 我最高 哇塞 小红俊好棒啊 跳得真高 我跳到了飞机上了 我跳得最高 啊 大家别跳了 又有指令了 先到地面上 大家快躺下 什么 躺下 不行 我的新衣服会脏的 哎呀 都什么时候了 还管衣服会不会脏 你忘了五六七被抓走的事了 啊 那好吧 我可不想被抓 我躺 大家在地上躺着走 什么 躺着走 太过分了 这样我的新衣服不光会脏还会破 哎呀 这是什么破规定 我听小五的 我走 啊 我掉进水里了 哎呀 小朋友 我来救你 谢谢你 善良的海龟 不客气 你埋这里干嘛 我们被要求按照规定做动作 倒立跳跃 有人在地上躺着走 我知道了 其实我是这片海的海神 我来看看真相吧 真相致敬 太好玩了 我给小五施了黑魔法 他收到指令 让他们做各种动作 真是笑死我了 按黑魔理大人 你也太有创意了 这样以后我们就会是童话王国 最受欢迎的人了 肯定的 我要想想下一个指令 让他们做什么 这是我的姐姐 她最喜欢恶作剧了 刚才听你们一说 就猜到是她了 你姐姐也太过分了 乌龟海神 你帮帮我们吧 糟了 指令又来了 今天认识也算是缘分 就帮帮你们吧 魔法 解除 太好了 魔法解除了 谢谢乌龟海神唐三 糟了 我姐姐快来了 我先送你们走 乌拉拉魔法 变 快站到我的背上 我送你们回家 来晚一步 坏弟弟又坏我的好事 下次被我抓到 饶不了你 妈妈 你猜我考了多少分 一百分 真的是一百分 妈妈 你猜我考了多少分 嘿嘿 小花先施展了魔法 只要妈妈说我考了多少分 我的试卷就会变成几分 一定要说一百分 八十分 为什么不说一百分 真倒霉 妈妈 你猜我考了多少分 难道是零分 不要 果然是零分 我要把你的零食玩具都没收 妈妈 是你让我变成零分的 你考零分居然还怪我 快跟我回家学习 让妈妈猜分数一点也不好 我妈妈每次都说零分 我就真的只能考零分了 幸好我妈妈都说我能考一百分 嘿嘿 我已经想到办法让妈妈说一百分了 什么办法 快告诉我 我偷偷告诉你吧 妈妈 你猜我考了几分 一百分 终于是一百分了 五六七的办法果然有用 轮到我了 妈妈 你猜我考了几分 满分 不对 哪有老师会在试卷上写满分 比比东 这是你自己写的吧 真是太过分了 怎么会这样 比比东 你居然连零分也没有了 五六七上次说的 让小花先帮妈妈做梦 梦到你们考一百分不管用吗 对我妈妈不管用 我该怎么办啊 可以用录音机替妈妈说 这样能行吗 叫你妈妈来试试就知道了 妈妈 你猜我考了几分 一百分 太好了 一百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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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糟糕 这是几分啊 比比东 你又自己赶试卷分数了 跟我去找老师说清楚 妈妈不是这样的 比比东也太倒霉了 难道真的没有办法 让比比东考一百分了吗 哎呀 我又想到好办法了 可以让小花先变成你妈妈的样子 说一百分 不用 我已经想到最好的办法了 这次一定能考一百分 比比东说的是什么办法啊 小五你知道吗 我也不知道啊 好紧张啊 这次一定要考一百分 妈妈 你猜我考了几分 一百分 果然是一百分 我就知道比比东你一定能做到的 比比东妈妈 为什么你这次觉得比比东能考一百分了 因为比比东努力学习了 所以我相信他能考一百分 这次我要好好奖励比比东 原来比比东说的最好的办法就是努力学习啊 是啊 小朋友们 只有努力学习才可以考一百分哦 哇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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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